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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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座是专目结构的客家围龙屋式建筑 后座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主楼 廊 廊 柱 顶 窗 门大量使用西方建筑样式 并融合了岭南传统建筑装饰工艺 霍尔山墙上的蝙蝠 寿陶 金钱 寓意福寿双全 灰廊天井的绿柚陶瓷围栏 阁楼上的花结砖一派夕阳风情 桌楼之上穷券拱门 楼顶圆尖顶渲染的伊斯兰风格 与霍尔山墙的广府韵味相应成趣 工资前后座现存十一扁十三连 其中朱鲁珍所作七扁十三连 为工资增添了好重文运 作为建筑风格杂柔的典范 中西河壁的学发工资 铭刻下了屋主的家国情怀 抗议战争爆发之后 朱海军激励地发动马来西亚的华元华侨 支持抗议捐款捐物 朱海军就出三万银两捐给国民政府抗议 2015年 学发工资被公布为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 这座融合了中国传统 与西方特色的古老建筑 依然在群山中演绎着 经久不衰的文化传承